晚上好朋友们,今天这期故事跟游戏有关系,就是您小时候玩那个游戏机,跟那玩有关系,所以好多咱们家2000后的听友,包括95后的听友,可能会听不太明白,所以我前面先给大家简单普及普及说说这东西。 这个游戏机啊,其实它有它的一个进化史,如果讲太多的话呢,我今儿什么都别干了,我给您讲游戏机进化史了的,我呢,接下来就简单给大家说一下,游戏机啊,真正进入到咱们中国,是80年之后的事情,大概是在8283年,中国开始大批量的进口游戏机,而且游戏机的主要的出产商呢,就是日本的任天堂和台湾的小天才, 这两个游戏机啊,在当时来讲,都是8位游戏机,它换算的游戏方式呢,都是8位进制的,所以说游戏画面表现出来的这些东西呢,都是您现在看的那些,就什么魂朵罗啊,超级玛丽啊,就都是这些东西,这就是很多80后的儿时回忆,直至到了后边游戏的进化,进化到了16位游戏机,同时又出现了超级任天堂,当然这就是任天堂的下一代,等于就是变成了16位进制的任天堂版本游戏机, 那会儿呢,您在玩的游戏画面就完全不同了,就有点接近于我们在外边玩的街机里边的画面了,可是再到后边游戏进化呢,就出现了PlayStation,Xbox,N64之类的,开始进入到了3D时代,这就是一个粗略概括的游戏机进化史, 为什么我扯这些东西呢?因为一会儿咱们这期故事,它就跟一个游戏机有关系,因为这故事呢,是咱们家辉总提供的,我不知道为什么,他说他叫辉总啊,后边咱就管他叫辉哥,辉哥说的事情发生在他小时候,而且和一张八位的游戏卡带有关系。 辉哥是84年在天津出生的,他们家的第一台游戏机是奶奶买给他的,他说那会儿就花了700多块钱,奶奶给他买的, 也不知道他说我奶奶是怎么想的,给一个马上要上学的小孩买了个游戏机,当时记得特别清楚,游戏机大概是八九年左右买回家的,那时候老百姓的工资基本上都是在四五十块钱左右,我奶奶就能花这么多钱给我买游戏机,显然奶奶这得是多宠着辉哥。 可是买回游戏机来有一个问题,游戏卡带奶奶只给买了一盘,另外再买卡带,在当时那个年纪,基本上都是一百五十块钱到两百五十块钱之间,那时候辉哥的爸爸妈妈就挣五十块钱,所以说买这个卡带那是天大的事情。 结果直至到了辉哥上学之后,辉哥说我家里就两盘游戏袋,所以说我只能玩这几个游戏,可是到了小学的时候,我发现我同学家也有游戏机的,结果我们就开始交换卡带开始玩。 可是万没让辉哥想到的,后边咱所有的故事都是因为一次交换卡带引起的。 接下来的事儿说到辉哥小学四年级了,四年级的时候,辉哥跟班里的一个叫李同轩的同学,交换了这么一盘游戏袋子,交换的时候辉哥记得特别清楚,我那袋子是奶奶当初买游戏机,最早给我从日本原装买回来的,那盘袋子是个二十一合一的,主打游戏是混豆螺,然后袋子中还夹杂着带着另外的二十一个小游戏。 这个游戏卡带是原装的,卡带比普通卡带要短小,而且做工质量一看就特别好,也算得上是我最珍惜的一盘袋子。 可是必定玩了这么些年了,真的是玩腻了,我经常拿这个袋子和别的同学去换,结果呢我就合稳班,这个叫同轩的同学换了一盘卡带来,可是换完之后也就换了没有十多天吧,这同轩就转学走了。 我当时发现他要转学的时候啊,是老师跟我说的,因为他两天没上课,我以为他生病了,结果老师告诉同学们说说同轩转到别的学校去了。 一下子我脑子就炸了,这怎么办呢?我那盘最喜欢的二十一合一,当初奶奶给我买的还在同轩手里了。 虽然我手里边也有他一盘卡带,可这不是我奶奶当初给我买的那盘原装的,所以说我当时特别的别扭。 结果这事回家我就跟我爸妈说了,我爸妈说也不亏,奶奶那盘带子必定这么老了,他这个带子是新款的,所以说呢还劝我,让我别太往心里去了。 可问题这事我就过不去了,我记得反正整整得别扭了,小一个多月。 不过到后边那也就这样了,我也找不见他了,没去过他们家,不认识他们家在哪儿,这孩子也不会来我们学校上学了。 可问题等到了小学六年级,六年级的暑假,我在家待好好的,那天我记得我表弟还在,跟我表弟和我的三姨在家里边待着,结果忽然来了个男孩,这男孩敲我们家门。 当时是三姨开开的,我当时跟表弟在屋里边坐着,就听见外边有人说我的名字。 那个阿姨您好,李生辉家是住这儿吗? 我一听找李生辉的,而且这男孩声音明显是个大孩子,比我岁数要大,马上我就放下游戏手柄,我就出去看去了。 结果站在客厅里边,我朝着门外一看,这男孩我不认识,大概应该有个初一初二或者初三的岁数。 我就傻傻地在那儿待着,然后我三姨就跟这男孩指着我说,啊这不吗?他这不在家了吗?你是他同学? 其实三姨说完这话时已经有所质疑了,这孩子比我大,可是还没来得及等我问他是谁了,这人就跟我说。 他说,你认识同学吗?啊?我一听,同学?啊对,我认识。他不是我同学吗?转学了? 结果这个男孩又跟我说,我是同学的表哥,同学跟我说,说是你跟他交换过一张卡带,一直没还给你。 呃,你看看,这是你的吧?结果说着,他就从口袋里边掏出来一盘卡带来,我一看那卡带没错,这是我的,我认识这盘呆子。 马上我就跟这男孩说,啊对对对,同学还有一张在我这儿了,后来他转校了,然后就没跟我换回来,我去给你拿去。 可是我刚说完,这表哥却说,啊那个,不用换回来了,那个,那就给你吧,我只是把这个袋子还给你。 哎,马上我就搅着奇怪了,我就继续问他表哥,啊,同学不要了? 那这,这个,可是还没等我问完了,他表哥就站在门外又说,他要也玩不了了,我表弟死了。 我三姨这会儿站在门口了,三姨当时还没等我来得及反应了,三姨先惊讶了,什么? 你这,这,这,小孩,是,他,他同学不也是小孩吗? 对啊,这,怎么死了? 显然我三姨这会儿已经语无伦策了,很明显有点不敢相信呢,我这会儿都傻了,不知道说什么,小孩不会寒暄的话吗? 结果他表哥在那儿也没等我说啥,就继续给我们讲。 我表弟当初不是转学,是上不了学了,但是没跟学校说这么多吧,因为当时以为我表弟能活过来嘛,可是后来从医院里边就没出来。 然后临死之前呢,就是跟家里边交代了一些事儿,他死的时候这么小,他也不懂什么,说的都是一些小孩的事情,然后其中就有你这带子。 结果,就,他爸妈就是我的姨吗?就交给我了吗?交给我完之后,我一直找不着你,后来我去你们学校,到你们学校正赶上你们学校返校,我以为你得去了,结果你没去。 然后我就问你们老师,把这事儿说清楚了,老师才告诉了我你们家地址,然后同学得的是,是脑瘤,等于是开手术的时候,给手术失败了。 同学的表哥岁数也不大,讲的事情也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,所以说当时给我讲迷糊了,可是我三姨是成年人,他听得懂啊。 然后三姨在边上就一直那叨叨啊,哎呀,这太可惜了,这才多大呀,哎呀,这怎么回事啊,这怎么还有这个事啊? 三姨必定不是我妈,她不了解我的同学是谁谁谁谁,只是觉得为同学可惜,可问题是送信过来换卡的,他也是个孩子,跟三姨对不了这些加不长理不短的话,所以说完之后把卡带给完我, 这男孩转头就离开了,走的时候跟我们打了招呼,挺有礼貌的,可是从这之后就再也没见过他表哥,结果这件事晚上我们家还讨论了一番, 我妈还说了,说你看你还误会人家同学了,你还说人家真是不跟你换回来了,你看看,这是这不是,人家孩子生了病了。 结果这件事就压在我心里边,使我特别的过瘾不去,因为当初我还挺恨同学的,我觉得同学转校不告诉我,这也太不够意思了,可是现在知道的这事,使我心里是特别的难受, 可必定我那会儿也是小孩儿,隔了两天,我也就不琢磨这件事儿了,但问题是两天后,有一天晚上,我跟我弟玩游戏机,玩这半截双截龙,我弟非得闹要玩魂斗罗, 他知道我同学给我还回来了一盘新卡带,那卡带里边有魂斗罗,他呢比我小好几岁,他没怎么玩过魂斗罗, 我早就玩腻了,我就不想玩,我弟就非闹,结果我一生气,就给他把卡带换上了,换上之后呢,我想让他自个儿玩的,结果就把手柄丢给他,我就上外边干别的去了, 可是我当时能听见他在屋里边玩魂斗罗的音乐,还有他那激烈的喊叫声,问题是我听着没有一会儿啊,我就听见我弟在屋里喊我, 哥哥,游戏坏了, 我当时懒得搭理他, 怎么坏了,什么坏了, 然后他又一又玩命的喊我进屋, 你进来你看游戏坏了, 我当时不知道什么意思,我就没当事走进屋了, 可是我往屋里这一进, 当时能正对着看见电视机, 结果我就看见电视机里边有两个人物角色在动, 一个角色是懒人, 我弟在操作的, 可是另外一个角色也在动魂, 并且可不是无谓的瞎动, 这角色打的是有章有法的, 甚至操作比我弟都要流畅, 帮着我弟一起在打, 我当时看梦了, 我当时看梦了, 弟弟, 这, 这, 这怎么俩, 俩人呢, 我弟在那儿, 什么都不懂的小孩儿, 就在那儿跟我交混, 我也不知道, 忽然间你看, 就下来个人, 你看红人也在帮我打, 我当时麻了, 啊, 这, 这是怎么回事, 谁操作的, 结果这会儿我弟忽然冒出来一句, 嗨哥, 你看, 他打得比我还好了, 你看, 你看, 我天哪, 这怎么比我还厉害啊, 我弟这句话说完, 我后背那汗就流出来了, 甚至接下来我弟都不明白我是为什么, 转头我就跑我爸妈那屋去了, 我爸妈当时跟我三姨在那边正说着话了, 因为那些日子, 我三姨带着我弟一直住在我家, 结果我爸一看我面色苍白在那儿站着, 问我, 怎么了, 出骂事了, 然后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, 我说, 爸, 你上那屋看看, 游戏机自己动活, 我爸当时也没反应过来, 起身就跟我上那屋去了, 可结果看了一会儿电视, 他貌似明白了, 一下过去把游戏机响就给关了, 关完之后我弟还不高兴跟我爸闹的, 可是我爸没理他, 把游戏卡带侄儿就给拔了下来, 拔下来之后我三姨和我妈也过来了, 他们俩人是女的, 也完全没反应过来, 我妈就问我爸, 怎么了, 这怎么了, 我爸, 我去亲眼看着他, 朝我妈玩病得几股眼, 然后拿着这盘卡带就回了自个儿的房间, 并且不知道到哪儿拿出来块破布, 把这卡带就给包上, 噎到他柜门里了, 我当时就觉着, 不知道该说什么了, 有点懵, 可是我妈在边上不停地问我, 怎么了, 什么事啊, 怎么怎么了, 没看明白啊, 可是我爸没说话, 但是我忍不住了, 我就跟我妈说, 妈, 那个, 就前两天, 我那同学送卡带来的那个, 他哥哥, 就那个, 同学他哥哥, 你知道同学吧, 我妈一听, 知道啊, 怎么了, 结果我这会儿就要哭了, 我就说, 妈, 同学不是死了吗, 我怎么感觉同学上, 上咱家来了呢, 咱也不知道他这是游戏错版出什么问题了, 还是同学, 真上他们家去, 跟他打混斗罗呢, 但是后边我说的这个可能性, 估计为百分之零, 因为世界上没有妖魔鬼怪, 肯定就是游戏机出什么毛病了, 不过我也是个游戏机发烧友, 我到现在从四位游戏机, 一直到现在最新的PS5, 我家每样一胎, 乱七八糟, 什么都有, 虽然我不怎么玩, 但是这些机器我都非常的了解, 那个, 我玩这么多年游戏, 我还真没见过有游戏自己动魂的, 的确会有一些什么分身呢, 或者是串影什么的情况, 有时候也会有卡顿的情况, 但是游戏机自己操作能帮着我一块通关呢, 我还真头一膜听说, 今天晚上这期节目呢, 我起了个特别耿直的名字, 您看到了吗, 滚, 不要上电梯, 我这名字起的太耿直了, 但是真的想了半天, 不知道该叫什么, 因为那听友的故事, 我要把它发给我的那个消息给您看啊, 您就理解我了, 他这个故事没有前因后果, 什么都没有, 就是一个极为吓人的, 挺长的这么一个片段, 所以说这故事您让我起名字,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, 不过呢, 故事还是很精彩的, 咱还是得感谢咱们家这个名叫花蝶的小姐姐, 然后其实不是小姐姐, 是大姐啊, 叫花蝶的大姐, 能把这么精彩的故事分享给咱们, 这故事呢, 发生在陕西这边, 花蝶呢, 从小呢, 是土生土长的陕西人, 然后他说的故事呢, 他说是他在19到20岁左右的时候, 他在一家凶科医院的经历, 花蝶本人呢, 是个76年的大姐, 他19岁时候遇到的事, 我天呐, 这得是多少年前了, 19岁时候的花蝶呢, 有这么一天, 这天是妈妈要求他的, 说让他下学之后, 直接奔他们家附近, 还真的离着不太远的, 这么一所凶科医院, 去医院的原因呢, 是因为三姨住院了, 妈妈在医院守着, 爸爸上夜班, 家里边没有人, 妈妈呢, 有点害怕, 因为那时候的医院不像现在啊, 现在这么发达, 那时候的医院比较老, 妈妈就希望让花蝶也陪着他去, 可是花蝶呢, 那会儿呢, 上晚自习, 他说我正在复读, 准备考学, 所以呢, 我下课下得特别的晚, 结果这天花蝶是八点半左右, 到的医院, 可是到了医院, 来到了住院部, 按照妈妈所说的, 那来到了这个相应的楼, 结果一进大楼, 花蝶就脚直有点奇怪, 我的天哪, 这医院怎么这么多人呢, 晚上都八点多了, 只见住院部下边电梯门口, 排着得八九个, 花蝶一看这个没办法, 还是得挤过去, 所以跟着这八九个人就一块在那等电梯, 结果没有一会儿, 电梯就来了, 这电梯一打开门, 花蝶一看傻了, 特别小的一个小电梯, 因为那个年代不像现在, 十五人十八人电梯常见, 那时候的电梯基本上六个到八个人的, 那算是非常正常的, 所以当时花蝶心里还琢磨了一下, 要不我再等一个吧, 可是等这些人全上去之后, 那里边真还有空间, 所以花蝶一看这个就挤进去了, 但刚刚挤进去, 也就站稳了还没一秒钟了, 从旁边慢慢悠悠的听见了个声音, 啊, 等会儿我, 这声音一听就是老太太, 马上有人特热心, 把电梯就给摁住了, 结果真的就从旁边走上来个大妈, 这大妈六十岁左右, 不是说岁数太大, 但是面色特别不好, 按照花蝶说呢, 这个面色不好已经到了几乎接近于咖喱的颜色, 您注意我在这儿给您细说一下, 就是说这个大妈的气色像黄黄的咖喱, 当大家看到这大妈的时候, 大妈已经走到电梯面前了, 这会儿花蝶能意识得到, 电梯上的几个人特别后悔, 不应该等这个大妈, 为什么呢, 因为怕有传染病, 这必定是医院, 而且大妈已经挂了箱了, 就是从外表上一看这人身体就极为的不见, 健康, 可是已经这样了, 没办法了, 您不可能是告诉大妈说, 您有传染病是吧, 您别上电梯, 不可能这么着, 所以只能这么眼巴巴的看着, 大妈挤上电梯了, 可是由于花蝶是最后一个上电梯的, 大妈挤上电梯一定是站在花蝶旁边, 不但站在花蝶的旁边, 跟花蝶贴的还特别近, 甚至近到了胳膊, 贴到了胳膊上, 可就在大妈上了电梯那一刻, 花蝶的胳膊和大妈相处的这一下, 顿时间, 花蝶感觉大妈身上像是有一层垫似的, 胳膊碰到大妈的身上, 花蝶全身就酥麻了一下, 一下子花蝶被震着了, 马上向侧面躲闪了一下, 但是并不是说太明显, 大家没有发觉到什么一场, 但是等电梯门关上, 花蝶的这个心里边就开始扑通扑通的跳起来, 当时花蝶说,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, 我就碰了它一下, 我就开始心慌, 而且呢, 我全身刚才就跟被电了似的, 全身还有点发抖, 人就感觉瞬间像是要滴血糖似的, 花蝶刚才说的这些感觉, 不至于说活不了了, 霉到特别严重, 能忍着, 由于它的动静不大, 旁边人也没有发觉, 所以还是这么坐着电梯, 电梯慢慢的往上升着, 可又往上升了没十秒八秒, 电梯就来到了四楼, 结果到了四楼, 电梯给停下来了, 停完之后显然有人准备上楼, 电梯门自动打开, 可是在楼外边站着个女的, 这女的很奇怪, 面色苍白, 穿着一身病号的衣服, 一看就是在医院里边住院的, 还有更重要的, 这女的没什么头发, 属于那种走在街上, 让人一看就害怕的样子, 但是由于这电梯门开开, 这女的站在左边, 正对着花蝶的脸, 花蝶当时出于不好意思, 也是出于礼貌, 就跟这女的说, 那个, 上不来了, 这都满了, 花蝶的话说出来, 还是要给她解释一下的, 意思就是你看, 都满了上不来了, 很正常的一番话语, 可是话音刚落, 连半秒钟都没有, 只听旁边的黄脸大妈, 对着这女的就骂, 滚, 你要干什么, 啊, 他妈的, 滚开, 走, 大妈的声音很粗, 别看是个女的, 岁数大, 嗓子很粗, 而且嗓门非常大, 一下子把电梯人吓了一大跳, 尤其是花蝶就站在大妈边上, 花蝶更害怕了, 这是怎么了, 这干什么呀, 这大妈怎么疯了吗, 可是接下来, 大妈这个嘴里边就脏话连天, 别提多难听了, 我没法给您学, 这直至到了电梯门一直没有关上之前, 大妈这嘴就没停着, 不过电梯一直还是往上升的, 没有一会儿电梯门就关上, 关上完了电梯奔着七楼就去了, 然后大妈就停止了辱骂, 电梯里边进入到了一片尴尬和宁静中, 没有人敢说话, 本身这大妈就是病人, 你说谁说她呀, 结果又没有了几秒钟, 电梯就到了七楼, 而且这个七楼是专门大妈按的电梯牛, 所以全电梯可能就她一个人, 是奔七楼去的, 结果电梯的门就开了, 大妈从七楼下去, 下完之后电梯门再关上, 这电梯间里边的人, 好像这才能喘上一口轻松的气, 第一是怕大妈传染病, 第二, 电梯上的人等大妈一下了电梯, 很显然都在议论, 尤其是其中一个嗓门较大的男的, 他说, 哼, 老太太有神经病吗? 这男的的话说完旁边跟手就有人接话, 旁边人说, 看他这个皮肤颜色应该像是肝病, 肝病上在胸壳医院干什么来, 而且刚才电梯开门的时候多吓人呢, 好像他脑子还不正常, 这时候旁边就有女的又开始接话了, 是啊, 刚才吓我一跳, 他那是骂谁了, 怎么了呀? 可是就在这时候, 花蝶听完就不对了, 花蝶当时是个小孩, 他不好意思接话, 但旁边说话的人越说, 花蝶听着越不靠谱, 为什么呢? 因为通过后的人交流, 他们说的好像, 就像看不到大妈刚才在三楼, 骂的那个女的似的, 这由于越听越不对, 花蝶实在忍不住了, 然后就对着身后的一个阿姨小声地说, 阿姨刚才他骂的不是一个女的吗? 就在那站着, 你们没看到啊? 可是花蝶说完这话之后, 整间电梯里的人全说没瞧见, 那这顿时间花蝶害怕了, 吓得不行了, 马上身上就是一桶寒凉, 然后花蝶说, 我脑子反应其实挺快的, 我一听我就明白什么意思, 还有再联系到刚才大妈一上电梯, 碰到我的时候, 我身上跟过电似的, 我就明白了, 我好像受这大妈影响了, 然后, 我瞧见鬼呢? 结果电梯往上上的过程中, 我脑子就不停地转用刚才那女的的样子, 是, 是不对劲, 那女的轻飘飘的, 面色苍白, 而且别人看不到, 只有我跟大妈能瞧见, 一下子, 我当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, 不过亏了我命好, 我一出电梯, 我妈在电梯门等着我了, 结果一下我就窜出去, 跨住我妈胳膊, 跟我妈就回病房了, 到了病房里边, 花蝶把刚才的事跟她妈说了, 花蝶的妈妈还真不是那种特古般的, 一听闺女说完, 妈妈也害怕了, 立马跟花蝶说, 哎呀, 要不今天咱回去吧, 你三姨, 其实没什么大事, 我一会儿跟她说一声, 咱俩守会她, 守得十点多钟, 咱俩撤, 花蝶当时也很紧张, 脑子其实并不是在陪不陪三姨这声, 而是刚才的事情, 花蝶继续跟妈妈重复, 结果妈妈又告诉她, 你懂什么叫运气晦气吗? 刚才你说的那个黄连老太太, 这老太太指定是差不多了到时候了, 像你说的她病得这么重, 那么她站你旁边, 你跟她又碰上了, 那肯定你也沾染上这东西了, 所以她能看到的, 你才能看到, 我绞着应该就是这么个意思, 哎, 这医院里边是真邪, 尤其这个医院, 这又是老医院, 以后再来医院的, 咱还真得带着点护身符, 通过妈妈这么一说, 花蝶绞着自个儿的妈妈特别厉害, 自己没想明白, 但是妈妈一说, 明白了, 打这儿开始, 直到现在, 花蝶说, 我不是说瞧不起谁, 但是我一看这个人运气不好, 或者是面色乌黑, 我都躲着他远点, 因为我通过这件事, 我明白了, 一个人的气场, 一个人的霉运, 会传染到身边人的, 好了朋友们啊, 这故事咱说完了, 我不跟您说了吗, 这玩意没法起名字, 它就是个片段, 没有前因后果, 整件事情就是发生在一步电梯上, 剩下啥都没有, 所以我费半天劲, 我只能想出来这么个名字, 那叫滚开, 不要上电梯, 哈哈哈哈, 行了行了, 那今儿的故事就讲完了, 朋友们, 今儿的故事就到这, 明儿啊, 故事更加精彩, 咱明天晚上, 再见。